大家好,我现在在四川广园 带大家看看这个城市啊 我现在站在这山上 可以对广园市区一览无余 太漂亮了 这个地方视野真好啊 广园是四川最北边的一个城市啊 看前面全都是大山 翻过那个大山就到了陕西了 川陕交界的地方 最中间这个河呢是嘉陵江 穿城而过的 然后江的对岸就是广园的老市区 老城区 在对岸这最中心的位置是一个山 叫凤凰山 山上呢建了一个楼 叫做凤凰楼 那个凤凰楼啊跟武则天有关系呢 一会儿我带大家去那里转一下 可以看到广园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城市啊 山水城市还是挺漂亮的 今天天气也不错 看这个蓝天白云 哇好喜欢这个天气啊 整个城市非常的棒吧 嘉陵江上的这个桥 哇全是钢材建成的呀 钢铁桥 很窄啊 这个车只能走自行车 电动车和行人 不能走汽车的 这个桥很像是丹东的鸭路江断桥 非常像 然后它居然有两座 那里还有一座桥 那个是走铁路的 桥上面还有铁路的轨道呢 然后这个是走行人的 两个桥离得很近 然后离这两个桥不远的地方 就是第三座桥 那个才是走汽车的 哇这个城市不错呢 挺有特点啊 然后在这个江边 那里还有摩天轮呢 真是有特点 火车通过这个桥了 绿皮车 好长啊 前面就到凤凰山了 山顶的那个凤凰楼 特别的显眼 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它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楼啊 凤凰山上凤凰楼 凤凰回首镇九州 凤凰楼是今天广源市的地标建筑啊 是为了纪念武则天而修建的 有一种说法 武则天是广源这边的人啊 传说他出生的时候 有一只凤凰绕着他家飞了三圈 最后就落在了这个凤凰山上 凤凰楼啊 就建在这个山顶 整体看上去像是一只往北飞 而又回首南方的凤凰 凤凰楼总高42米 一共14层 象征着武则天 14岁入宫 执掌朝政42年 凤凰楼的主体啊 是钢筋水泥的 楼顶覆盖有金黄色琉璃瓦 而且每层都有观景台 而凤头回望南方 意思就是武则天非常想念他的家乡 真是太有内涵了 今天我就去这个凤凰楼实地看一看 凤凰山公园 市民公园啊 这个山顶上看风景不错 不要钱免费的 这山上的环境真好呢 好多这个观景的小亭子 这个我就不上去了 上那个凤凰楼最高的那个上面看景 这上面还有健身设施呢 离市区这么近的公园啊 我好喜欢这种老市区的公园啊 一看就特别有生活的气息 走到这水滩跟前 这里景色不错吧 哇市民公园 那里还有好多娱乐设施 还有个跳楼机 火车来了 大象鼻子滑梯 我小时候也玩过这个 我们太原的银泽公园里面 就有一个这个滑梯 也是大象鼻子的 我记得好清楚呢 童年的回忆 这边还有画画的 这边是喝茶的 这个叫爸爸茶 画画的都是小朋友 爬到山顶了 上这个凤凰楼看一下 五块钱 这个是川北第一名园 这个是凤凰回首的地方 从凤凰这个尾巴羽毛这里爬上去啊 旁边就是琵琶树 树上好多琵琶 还没长大呢 比较小 现在琵琶十块钱一斤啊 这里面的楼梯是这样 回形的走廊 哇 绕着这个一直转圈圈爬上去 一共是十四层 要爬十四层楼梯呢 哇 这是花五块钱来爬楼梯呢 每一层都有一个观光平台 哇 这里的视野真好啊 我迫不及待要到楼顶去看风景了 哎呀 没有电梯啊 爬得好累 爬到楼顶了 这里是一个白鸟巢粪图 这边可以用望远镜 看广原市区的景色 从这里看出去啊 视野是非常辽阔啊 那边呢 还有一条河叫南河 从那里汇入嘉宁江了 然后那个是广原最高楼啊 我就住在他那个楼的旁边 那里是最繁华的地方 看这个公园挺漂亮吧 绿树很多 那边全是新盖的楼房啊 一大片 去那边看一看呢 换一个角度看一下 先往下看看这个楼梯 我觉得好壮观啊 像一个大口一样 来来这边看看风景啊 这上面人还挺多的 这个角度看出去不错的 哇 正对的就是对面的 那个黄泽寺 就是有五则天真容十刻像的 那个寺庙 那边是广原火车站 嘉宁江穿城而过 可以看到广原这边的房子呀 建的年代都比较早 这边是老城区 比较拥挤 然后道路也很窄 但是非常有生活的气息啊 什么步行街什么的 全在这一片呢 这上面景色不错啊 建议大家来广原的时候 一定要到这个地标建筑 凤凰楼上来看一下 我们的飞机即将在三十分钟后 抵达广原盘龙机场 广原的地面温度为 二十摄氏度 六十八华氏度 沉浸船列关度 叶关斗星满嘉陵 广原 一座充满传奇的康阳之城 这种传奇 存在于广原的各处锦绣之地 它是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故乡 这里曾经发生过太多三国故事 这些故事 存在于有半个大唐气象的建门关 发生在 黄鹤之飞胜不得过 圆囊玉渡愁攀原的大鼠道 发生在昭化古城的灵星门 这里的故事太多太多 广原不仅仅充满黄气 这里充满着佛气 有千佛芽千年的熏陶 生长一丝 多了一份从容 多了一份自在 来广原泡泡温泉 喝喝爸爸茶 一碗热凉面 最要紧的 就是去享受广原的群山低脆 万木葱龙的美好自然人文风光 再次感谢您显成本次班机 广原都市网温馨提示 约您在广原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下次旅途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